大事情,大事情,我之前说过多次的大事情,现在终于要发生了 注意你一定要在9月15号之前看完我的这条视频 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永远的错过这个一次性的机会 我叫黄永明,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我的话 在北美绝金这个频道,我专注于去讲那些能够让你赚钱的事情 我只关心那些能够让我们赚钱的事情 所以关注我的频道,我们把人数做到10万人 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有价值的内容 在现在你所看的这条影片当中 我会来告诉你9月15号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马上要到来的机会究竟是什么 你应该做好哪些准备,以及呢你如何能够从中获利 我不但会讲一个获利的方法,而且会讲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是适合于不同的人群的 也许你具备某些条件,你可以两个方法都用 这样的话呢,你能够让你的利益最大化 即便有一个方法,你目前做不到 但是另外一个方法的门槛是很低的 投入也是很低的 所以呢,一定要把这条视频看到底 这样的话呢,把两个方法都看完整 我们在讲这个方法是什么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 在这个图上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当前世界上很著名的一些资产 他们花了多长的时间 达到市值1万亿美元 左侧呢,是资产的名称 右侧是时长 这个时长呢,它的单位是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微软,第一行是微软 那它花了44年的时间 资产市值达到了1万亿美元 然后第二呢,是苹果花了42年的时间 接下来是亚马逊花了24年的时间 谷歌花了21年的时间 最后一行是比特币花了短短的12年的时间 比特币是十几年前才诞生的 那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一些新的资产 他们的市值达到1万亿美元的速度会更快 会短于12年 会超过比特币 这是技术进步的规律 当然了,一方面也是美元在贬值 毕竟现在的1万亿美元和40多年前的1万亿美元 那不是一回事,对吧 现在它贬值了很多 但是更主要的是技术的进步 比特币有它的先发优势 它最早做出来的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但是呢,不代表它就会一直是这个龙头老大 因为这种事情呢,我们在历史上见得多了 很多人会觉得说比特币会一直是那个老大 包括以太坊,Ethereum 很多人认为说这些现在排在前几位的 都会一直占据前几位的 或者是占据榜首 我不这么看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事情 当年像雅虎 它剩极一时的时候 谁能够想到后来谷歌横空出世 就把雅虎给挤掉了呢 当年诺基亚剩极一时的时候 谁能想到苹果做出来iPhone手机 把它给挤掉了 甚至你知道苹果手机一代发布的时候 当时受到微软做手机的那个负责人的嘲笑 他说我看到苹果发布这个手机 我当时就笑了 真的是哈哈哈哈笑啊 他为什么笑 他就说 为什么这个手机连个键盘都没有 谁会去买这样的一部手机呢 我发一个短信 我或者是发一个邮件 我都没法打字 他当时觉得 简直是不知一体的一个手机 这就是人们在看到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的时候最初的反应 那你知道 我从今年初开始讲一个 值得关注的加密货币 叫做CASPA 这是CASPA他现在的价格 你知道我最开始讲的时候 他的价格是多少呢 是10美分 现在已经到了17美分 而且呢 在这个图上 你可以看到的 是他自上市以来 他这个币出现以来 他的价格曲线 你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价格曲线 你都找不出来另外一个币 有这么漂亮的价格曲线 而且即便是在 2022年 2023年的熊市当中 他的表现也非常好 在一直往上走 CASPA他在技术上是领先的 他在技术上是超越了比特币的 这个我在其他的影片当中 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们不重复 不展开来讲了 你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 他为什么在技术上是超越比特币的 那我之前呢 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CASPA他的发展历程上 有一个重要的大事情 就是KRC20的上线 也就是他的智能合约的上线 因为CASPA他原本呢 是单纯只是一个区块链 严格的说 他其实不叫区块链 而是Block Deck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为了方便表述 方便理解 我们就说 他只是一个区块链 但是呢 他是一个光杆司令 他不像是其他的区块链 像是Ethereum 或者是Solana那样 是有一个完整的生态的 他没有智能合约 那KRC20就是他的智能合约 也就意味着 一旦他上线 就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宇宙 全新的生态 之前不存在的 很多的机会都会涌现出来 如果你经历过以太坊 你经历过Solana 包括什么 他这些 他们的发展历程的话 那么你绝对应该关注CASPA 现在这个时间点 马上你会看到 在CASPA生态当中的Mintcoins 你会看到 在CASPA生态当中的稳定币 你会看到 CASPA生态当中的Web3网址 等等等等 很多的应用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非常期待去注册一个 Dialcast的网址的 以便表达我对CASPA的一个坚定的支持 那你知道 每当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中文当中所说的打新 也就是去获得 这些 新发行的 像Mintcoins 这些代币 实际上就是英文所说的Mint 去铸造这些代币 现在其实有一堆的猫币 狗币都在叙事待发了 就等着 9月15号 这个KRC20上线 好了 他们这些币就会发行出来了 你看到了以往 像以太坊的生态 你也看到了Sana的生态 那你肯定会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Sana的生态 究竟跟其他这些有什么不同 答案就是Sana将会是新一代的王者 为什么 因为背后的原因 很简单 就一句话 技术决定一切 因为它是更先进的技术 以太坊也好 Sana也好 起码来讲 他们都是Pulse的 共识机制 而CASPA是Pulse的 共识机制 我们不展开讲这些 如果你去研究一下 而且我鼓励你在9月15号之前 去研究一下CASPA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就知道它在技术上是先进的 很多人看到比特币的成功 就认为这是一锤定音的事情 哇 它是第一个 然后呢 这十几年来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那将来一定都一直是它了 包括以太坊 现在是老二的位置 将来一直是它了 其实没有这个道理的 我们仔细想想 没有这个道理的 我们去看技术的发展史 事实是恰恰相反的 一定是新的 更先进的技术 去取代老的技术的 你认为说以太坊 比特币一定就是那个最先进的技术吗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下一代的技术 他们会更优 他们会取代以前的技术 CASPA代表了新一代的技术 它取代以太坊是注定的事情 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呢 是注定的事情 实际上现在以太坊 已经显示出来了推示 它甚至在SALANA那边 都显示出来了推示 它跟SALANA去比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的开发者 都离开以太坊 然后转战SALANA 这个话题我们也不展开讲 我们说 现在CASPA 它最能够类比的 可能恰恰就是SALANA SALANA这几年是一个香薄薄 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 Deep in的项目 这是我在我这个频道 讲过很多的Deep in的项目 都是在SALANA链上的 那我相信我们很快 真的很快 会看到CASPA取得 SALANA级别的成功 这是第一步 后面会超越它 但是首先它会跟它 是同级别的成功 在费用上 就是说 你想开发的人 做项目的人 对于他们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本 就是部署的成本 我开发一个应用 然后我部署到这个生态当中 部署到这个链上去 那我有一个成本 SALANA的优势呢 是部署起来很便宜 它的部署的费用呢 只需要0.1个SAL 那按照今天SALANA的价格 这相当于不到14美元 非常低 而如果你要在CASPA上面 去做部署的话呢 需要1000个CASPA 按今天刚才我们看到的价格呢 就相当于172美元 显然成本高很多 那你说这是个好事 还是个坏事呢 当然一方面 它的部署的成本更高了 也就意味着 可能不像是SALANA那样 有那么多的项目 或者是那么容易 大家就去上面发币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 它会把很多垃圾项目 挡在门外 我们可能不会立即看到 CASPA上 有像SALANA链上 那么多的项目 但是呢 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 它们的整体的品质会更好 记录这个时间 KRC20也叫做CASPAX 的上线时间是9月15号 也就是本周日 我们现在呢 来说一说 你有哪两种方式 从这件事情上获利 第一个方式 就是如果你有CASPA的矿机的话 你希望现在把它给开动起来 你希望15 16 17这几天 矿机不要下线 一定要开起来 哪怕是之前已经不盈利的 某些型号的矿机 比如说CAS0 Pro CAS3 这些 好像已经不赚钱的矿机 你也希望把它们给开起来 为什么 因为随着各种新的币上线 会有海量的人去铸造 那这会带来海量的交易费 而交易费是给到谁的呢 是分给矿工的 如果我们要从数字上 看一下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CASPLAX它的官网 之前它在测试网做的数据啊 你可以看到之前在测试网呢 一共做了1.39亿比交易 那其中的这个GAS fee就是手续费是多少呢 是 是2.62亿个CASPLA 对吧 那 所以你想想这只是测试网的结果 真正的主网上线了之后 那其实是有非常大量的交易 而交易的这些费用呢 是会给到矿工的 那你可能会问 矿工到时候会 究竟比方说我自己去运行一台矿机 我会收到多少的交易费呢 这跟两个因素有关啊 第一是到时候交易量是怎么样的 第二呢 跟你的机器的算力是有关的 你的机器算力强 那你收到的肯定就多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估算的话 估计呢 会达到平时的五到六倍的量 也就是说 假设你现在一天挖500个CASPLA 那到了15 16号的时候 可能一天会有2000到3000枚的CASPLA 这就是非常可观的收入了 不过注意 这不会持续很久 不会让你就这么去挖几个月的时间 如果真的能够这么去挖几个月 那就太好了 但是呢 很可惜 不会让你这么持续的去挖 估计呢 也就持续两到三天的时间 因为那是集中的大家去打心 去铸造这些MemeCoins的时间 所以呢 最重要的就是15号 16号 17号 这三天 我相信最重要的是这三天 这些交易的费用呢 会集中在这三天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手上连矿机都没有 那就真的来不及了 你现在下单的话 15号他也寄不到你这儿啊 所以说呢 如果你现在手上没有矿机的话 你就不用考虑第一种办法了 现在呢 我们来说第二种办法 你实际上仍然是有第二种办法来从这个KRT20上线获利了 那就是15号开始 你自己可以直接的去做铸造 也就是通过打新的方式 获得最早一批的这些MemeCoins 你知道这些币呢 在刚发行的时候 他们的价格都很低 后面可能会涨上百倍 几百倍 甚至上千倍 最著名的就是Dogecoin 还有什么PayPay 这些 这些MemeCoin 对吧 这些所谓的猫币狗币 一定程度上 这有点像是在股市上 你去购买原始股 那我们类比把它叫做打新 你如果要去做打新的话呢 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首先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你需要一个钱包 这个钱包的话呢 叫做Catsware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 它的网址是Catsware.xyz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钱包的话 你到这个网站去创建一个 你的钱包就好了 这是第一 你需要这个钱包去做打新 第二呢 你需要一定量的Catsware 如果你没有Catsware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买一点 那在美国的话呢 在哪可以买到Catsware 现在它没有上一线的交易所 没有上大的交易所 这也是后续会是一个有重大利好的事情 就是未来的一两个月当中 有大的交易所去上线了Catsware 那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现在还没有 那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有一个平台你可以买到Catsware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Apple Apple的话呢 你是需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App 去购买的 那它会有限额 而且呢 它手续费蛮高 但是呢 没有办法 现在你在美国基本上只有这么一个途径去购买 你在其他国家的话 你可能有其他的交易所可以使用 再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你买了Catsware 或者是你其他的加密货币的资产 记得长期持有的话 一定要使用硬件钱包 不要存在在线的热钱包 像刚才那个Catsware 那就属于在线的热钱包 你希望去存在冷钱包当中 如果你还没有冷钱包的话呢 那我推荐使用Tangium这个钱包 我非常喜欢这个钱包 这也是当前我认为说 所有的冷钱包当中最好的 也是最流行的 现在在画面的下方呢 你可以看到购买Tangium钱包的链接 就是Tangium.com 然后呢 如果你使用我的优惠码的话呢 还可以获得价格的九折 从价格上来讲 也是非常美好的 好 这就是你要打心的话呢 需要做好的基本的准备 现在呢 我们的团队其实专门做了一个完整的教程 或者讲叫攻略 那在这个攻略当中 我们会告诉你四件事 就是第一呢 所有当前即将上CatsPlex项目的概况 第二呢 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五个项目 第三是打心的一步一步的操作方法 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打心的话 你会按照我们这个方法按图锁记 因为现在时间很短了 时间很紧了 你不愿意自己去学习 或者是摸索研究 也不愿意说做错了 然后错过这个一次性的机会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希望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攻略是怎么讲的 我们会把一步一步的方法图文的方式介绍给你 第四呢 是常见问题的解答 你现在呢 可以非常方便的获取我们这份攻略 方法就是加入到我们的Discord的群组当中 在这条影片的文字描述区 我会放出来我们Discord的链接 点击那个链接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CatsPlex的Discord群组 我们这份报告呢 是会收取一个小的费用的 我们投入了很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份报告 会收取一个小的费用 Discord群组的链接呢 在文字描述区 不要错过9月15号这个一次性的机会 现在时间很紧了 最后呢 祝你有好的结果 祝你呢 能够拿到那些将来有巨大上涨空间的代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